欢迎来到科学思域频道 了解淋巴瘤、类型、症状和治疗 介绍,淋巴瘤是一种影响淋巴系统的癌症 淋巴系统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起源于淋巴细胞 一种白细胞可发生在淋巴系统的各个部分 包括淋巴结、骨髓、脾脏和其他器官 淋巴瘤是一种复杂的疾病 有多种亚型需要准确的诊断和适当的治疗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不同类型的淋巴瘤 常见症状和可用的治疗方案 淋巴瘤的类型 淋巴瘤大致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或其今淋巴瘤HL和非或其今淋巴瘤NHL 虽然这两种类型都涉及异常淋巴细胞 但它们在受影响的特定淋巴细胞 细胞外观、行为和治疗方法方面有所不同 或其今淋巴瘤HL 或其今淋巴瘤的特征是存在Reed Sternberg细胞 这是在淋巴结内发现的大异常细胞 它通常从一个淋巴结组扩散到另一个淋巴结组 并可能累积其他器官 HL进一步分为经典或其今淋巴瘤和节节性淋巴细胞为主的或其今淋巴瘤 HL通常影响年轻人并且治愈率很高 尤其是在早期阶段 非或其今淋巴瘤NHL 非或其今淋巴瘤包括一大类不含Reed Sternberg细胞的淋巴瘤 这种类型的淋巴瘤比或其今淋巴瘤更常见 并且有许多具有不同特征的亚型 NHL可发生于各年淋断人群 其治疗和育后取决于具体的亚型和分歧 淋巴瘤的症状 淋巴瘤的症状可能因疾病的类型、阶段和位置而异 一些常见的体征和症状包括 淋巴结肿大、颈部、夜窝或腹骨沟淋巴结无痛肿大 是淋巴瘤的常见早期症状 疲劳、持续的疲劳和普遍的疲倦感 到汗、出汗过多 尤其是在夜间,可能是淋巴瘤的症状 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在短时间内显着却无法解释的体重减轻 发烧不是由感染引起的反复发烧 皮肤发痒没有明显原因的持续性臊痒 腹部症状、腹部肿胀或疼痛并伴有饱腹感 胸痛或呼吸困难 影响纵隔、肺部之间的空间的淋巴瘤可引起胸痛或呼吸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并非淋巴瘤所独有 也可能由其他疾病引起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进行适当的评估至关重要 治疗方案 淋巴瘤的治疗取决于多种因素 例如患者的类型、阶段和整体健康状况 常见的治疗方式包括 化疗 使用药物杀死癌细胞或阻止其生长 化疗可以口服、静脉内或直接注入脑脊液 放射治疗 使用高能X射线或其他形式的辐射来破坏癌细胞或抑制其生长 它通常与化疗联合使用 免疫疗法 这种疗法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以识别和摧毁癌细胞 单克隆抗体、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Karty细胞疗法 适用于淋巴瘤的免疫疗法的例子 干细胞移植 在某些情况下 大剂量化疗或放疗后会输住健康的干细胞 以替代受损的骨髓 把向治疗 这种方法涉及使用专门针对癌细胞独特特征的药物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健康细胞的伤害 结论 淋巴瘤是一组复杂多样的癌症 需要仔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医学研究和治疗方案的进步 显著改善了淋巴瘤患者的愈后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正在经历 与淋巴瘤相关的持续症状 则必须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以获得全面评估和最合适治疗方法的指导 早期发现和适当的管理 可以大大提高成功治疗和长期缓解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